你今天如果還要騙的話 你不用跪 丟錢 我不給你跪 一瓶女子雙手上銬 在圓錦面前跪下來 想要哀求玻璃師大人 放他一馬 但圓錦請他起來 秉公執法沒有辦法縱中 因為他是偷渡移工 四十大手都全部講出來 你手不要再動了 圓錦勸他乖乖就範 畢竟稍早前 他還想趁機落跑 這瓶女子 是一名52歲的越南籍移工 會被圓錦盯上 是因為他騎機車違規 被圓錦攔下 要求出示證件 開始直直舞 警察都在幫你來 一直騎進來 駕照前上先下來 攔下來 因為是偷渡 什麼資料都不會有 趁著圓錦查小電腦的時候 拔腿狂奔 跑了五十公尺左右 就被逮回來 才坦承自己是偷渡來台 並表示他八年前 曾經在中部工作過一段期間 後來為了賺更多錢 只好與其拘留到處工作 當時就被逮過一次 遣送回越南 去年六月 他聽從非法仲介的建議 向親戚借了十五萬 給偷渡集團 持著賈鎮艦登上觀光郵輪 趁郵輪停泊在台灣附近的公海 再轉搭小船偷渡來台 陳情女子偷渡扣 在台灣工作一年多 存了一些錢 本來想賺到第一桶百萬斤 所以要回越南 結果因為起車違規 逃不了 遣送回國的結局 TVBS新聞素材羅一星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